花蓮县摄影学会在市工所市民意举办跨越60会员连展 共展出包括国内外的山水风景、人文风情、自然分态以及异象创作等共计28幅的精选作品 而每件都是精心挑选之作 市长欢迎大家前来市工所洽工时放慢脚步 细细欣赏会员们带来的摄影作品 花蓮县摄影学会创会60周年系列展览最后一个档次 是在花蓮市工所市民一郎举行 理事长简历记表示 这次展览从作品的审核、表备材质输出都是精心挑选 除了记录美的景物 每张照片也述说着动人故事 希望观想者能够用心体会 花蓮县摄影学会成立于民国50年 60年的岁月一甲子 我们用镜头记录了非常棒的影像与感动 那花蓮县摄影学会用影像的传递 让世界也看得到我们花蓮 所以今天我们展览的有28幅作品 我们看每幅作品 都没相更 你左看右看让你视觉很清楚 让你感觉到我们这个廊道是非常优雅 非常有生命力的 希望今天的展览让我们花蓮施工所的每个同仁 能够精神百倍 也让来恰功的每一个人都很喜爱 市长吴嘉贤感谢摄影学会 记录了许多精彩画面 把国内外美丽景色拍回来 也用美好的作品为花蓮施工所增添了一文气息 那不只是花蓮 他们到全世界去把美丽的景色拍回来 其实也给很多花蓮的乡亲 或者是各个展区有不一样的一个氛围 那我们看到背后这幅 就是我们花蓮办最大的一个演唱会的一个 烟火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你有记录 你才会有影像可以来做相关的策展 那我们前一阵子后 在我们后面有一个能高棒球队 那其实老师的祖先也是 叔叔也外祖父也是 也是能高棒球队的议员 当时候如果没有照片影像记录 其实很难去还原很多的历史真相 跟对到自己的先人是不是有在里面 然后曾经参加过的整个历史背景 所以摄影记录非常重要 这次会员连展展出包括了 国内外的山水风景 人文风情 自然生态 还有异象创作等28幅的精选作品 期望可以让创造者和欣赏者 一起感受艺术之美 而理事长简历既在2020年所拍摄的 夏令嘉年华作品 更是输出成大型的看板 就放置在事工所的一楼 让这个展览整天的精彩 介络会幻视报道 在这边看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